在园区内搞钱步步惊心 我刚看完老K留下的U盘就被逮到 主管们逼我讲出实情 扬言要把我吊在操场上曝晒 折磨到我老实为止 刚入夜 我拿着老K留下的U盘 悄悄溜进仓库 实在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便在仓库的监控死角组装起一台电脑 快快开机 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 只要一眼就好 电脑很快开机 我插入老K的U盘 看到了里面的内容 一共两个文件夹 我打开了第一个 我家在国内XXD 由于女儿重病我得赶回去 只能冒险离开园区 当你拿到我的U盘时 说明我已经赶 希望你买出第二个文件夹的信息 给我家里打笔钱 第二个文件夹是加密的 根本打不开 老K啊 你是不是忘记给我密码了 不留下钱我真没法帮你 我看完U盘上的信息 果断关了电脑 把U盘藏了起来 准备离开仓库 这时仓库大门被一脚踹开 蝎子和扎哥带人冲进仓库 十三 大晚上不在宿舍待着 你跑来仓库做什么 想偷东西吗 没有全都是误会 我可什么都没拿 你听我解释 绑起来 待会有的是时间让你说 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你知道后果的 我心里慌得一批 要尽快想出一套合理的说字 只见扎哥走到我身前 晃动手中垫棍 十三 咱们也算有些交情 把你瞒着我的话说出来 待会我用手段兴致就变了 你知道欺骗我的下场 我真没什么事瞒着你 近两天可是一直帮你做事 昨晚还差点噶在老K手中 那你半夜来仓库做什么 说 是万主管让我来的 我键盘不好用 要重新换一个 我们电诈部更换设备 你要先跟茶餐报备登记 可没有你的纪录 换个键盘而已 我打算拿了设备再回去登记 都是一样的 我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能陪笑 蝎子的话 却让我后几倍发函 这小子心眼贼多 把人交给我吧 等把他带到操场上 吊起来暴晒几天 好准什么都撂下 你们可别乱来 还是先将事情弄清楚 我也是为园区立过功流过汗的 我现在让老万过来 要是你的话 有假 知道什么后果的 扎哥拨出电话 我心中生起一丝忐忑 希望万主管别说错话 否则飞哥不在 谁都保不住我 没几分钟老万来到仓库 啥事 现在又不是工作时间 我在外面马杀鸡正舒服呢 万叔救我 你快告诉他们 闭嘴 让你说话了吗 我暗示的话没说完 蝎子从后面勒住我的脖子 让我呼吸都困然 你们这是闹哪样 十三不是刚给园区立过功吗 闹着完的 老万我有点事要问一下 你打算盘问我们 要不我现在给老万打个电话 让他授权给你 老万大家都是兄弟 我们一起在园区共事 也好几年了 看你这话说的 之前你要安排侄女 进园区工作 兄弟我可是支持你的 卡卡开个玩笑 有什么话直接问 十三说要来仓库拿东西 有跟你说过吗 我听到这个问题 下意识地屏住呼吸 接下来万主管的回答 将决定我的命运 万主管依旧是那和煦的笑容 说过 我当时在外面没空 让他来仓库拿 十三算是自己人 来了也不存在偷东西 最近园区可不安宁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能有假 骗你搞毛 我跟十三在两小时前有通话 我们室友通过电话 却是我问万主管在不在园区 以方便潜入仓库 蝎子看到通话记录把我放了 简直是胡来 差点因为一个键盘引发血案 我昨晚才跟你们玩过命 这也不能怪我 园区内最讲规矩 是你更换设备没按流程来 才引发误会 误会解除 我可以回去了吗 我还得搜你身 万一你携带其他物品 那就算偷盗了 性质很恶劣的 我当然是配合 但蝎子什么都没搜到 还好我提前藏好了U盘 等风声过了再来拿 看吧 我真没拿其他东西 那你违反了更换设备制度 说说该怎么处理 园区内的制度 每个人都要遵守 的确是我的错 我认罚 我就不电你了 关小黑屋两天 惩罚在部门内通报 带走 我被关进了小黑屋 好在有万主管帮忙 才捡回一条命 算得上很幸运了 就这样在压抑的环境中 度过两天 等回到工作大厅 不少人看我的眼神有了改变 一旁的小二黑 悄悄跟我说明原委 十三哥 这两天有银到处宣传你 说你被扎主管熟伤了 背后的靠散已言识识 再不做出成绩还会被打 随他们议论 尽快干出业绩吧 挣钱才是应道理 嘿嘿我今早开单了 两万三 晚上买点啤酒 回去庆祝一下 你小子可以 我也得努力了 天天被一堆迫事缠着 都没时间去搞钱 那是十三哥讲的办法奏效 成功率真的很高 我从老K那里学到的东西 全部交给宿舍里的几人了 而且一毛钱都没收 当打开电脑 查猜走到我身旁 被关了这么多天 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扎哥让你过去一趟 我丢 又来世了 真是一刻都不让我笑停 可可这不说明你能干 上面器重你 别让扎哥等太久 我知道没法拒绝 来到扎哥办公室 尽管心中很不爽 脸上还是挂着笑脸 扎哥你找我呀 上次的事情 我也是按公司制度办事 远区规矩就是如此 你应该懂的 扎哥说的哪里话 做错事的人是我 把我关在小黑屋 无可厚非 你能这么想就好 我手底下管的人多 不按制度来 别人会说我偏心 怨声大了挺麻烦 都懂 真没其他想法 我在园区混饭吃 当然得遵守这里的规矩 闲聊中扎哥手机响起 他没避讳我接了起来 满脸的不高兴 全是范东 这点小事还来麻烦我 扎哥消消火 气大伤身 远区里刚来了个 硬气的新人 我带你去见识一下 顺便教你怎么处理 难搞的角色 我带你去见识一下